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史明輝 我是動畫系的老師 是這一次的評審之一 也很感謝趙舒文主任現在的總監的策展 也很謝謝現在很多學生的參與 讓這個演講越辦越好 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在于 评审的分数大概会着重在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故事 第一个是技术 第三个是特色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那很多在竞赛者当中 他有很好的故事 文本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很不错的文本 但技术跟特色并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他就很遗憾就可能没有办法在入围中破旋 那另外一种是说他很有技术 很有特色很吸引人 故事讲不好 那也可能会是一注之汗 但是要看影长的特质 像若是Seagraph 他是比较注重电脑绘图的这个区块 所以他可能在故事不完整的之下 但是他的技术跟技巧跟特色很好 他还是有可能会获奖跟入围 那一般的国际影长 像我们的光渡国际动画影长 跟台中的 或是像国际一些 像安息这个类型的大影长 他们还是会着重在于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的组成 故事、技术跟特色 那这三个若是合在一起都是很完美的话 基本上应该入围跟获奖的几率就很高 应该说当然不外乎大家认为是故事啦 但是我觉得故事讲得好 其实是 either way 你可以说它很容易 但是也可以说它很不容易 那主要是说你那个角色的特色 你没有办法展现这个故事的表现 那我觉得这是一体的 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故事的文本 跟你表现的方式分开来看 它是一体的 所以如果说就像拍电影一样 如果说你有一个很好的剧本 但是你的演员表现得不好 那或是他的镜头表现得不好 灯光打得不好 那可能你让你的故事的呈现 就会很大的扣分 所以还是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个原则 就是所有的故事技巧跟它的特色 其实因为我教学教了快二十几年 那在业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必须讲说你进到这个动画的 相关系所的学习 跟你未来出了这个学校之后的展望 我认为说会有很多面向不一样 比如说有的同学他很喜欢艺术型的动画 比如说实验动画 他就没有太多结构的问题 他美术跟他的媒介的使用 可能是里面的特色 但是有些同学他可能是未来想要去业界工作 那你的结构就要非常的扎实 包括你的Live Draw也没有画好 包括你的Carrot Animation也没有做好 包括你的那个Set Design 或是说你的Smart Board会不会画得太糟糕 那我觉得那个都会影响到你去业界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说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实验型的艺术 一个是 那实验型艺术比较属于独立制作 因为它是可以属于个人创作的一个部分 但是你若是属于Industry类型的工作者 或背景的或角色的或是做动画 那你可能在这个部分就很专精 所以你在准备作品的时候 不应该到大师来想这个问题 应该大一开始要想 我未来是要当一个独立创作的一个艺术家的动画师 还是我要做一个在产业界里面 可以贡献自己的才华的一个动画师 那你在大一的学习的时候 就要开始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重点是在于 认识艺术这块是没有什么条件 因为你可以自己有去发挥想要做的东西 但是你要进到产业这块是很有条件 所以你的结构要画好 结构的意思是包括你的角色 包括你的场景 包括你的Smart Board跟你讲故事的方式 那个结构要弄好 那我觉得这是产业界最喜欢看到的作品 那艺术的作品可不进到产业界 这边有个很模糊地带 除非你的艺术作品有点靠拢产业界的制作方式 那不然的话它就真的是 真的是比较属于艺术动画的类型 好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当然 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是第十二届 那十二届也代表是一个 一个节 一个节庆的 或是一个节日的一个轮回的 最后一天 下次明年又是新的一开始 所以我欢迎各位观众能够来到我们2022 光渡动画节 来欣赏我们优秀的入位作品 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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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